題目 老師看一看 教學重點是什麼 這應該是定毛題 它是先程後除的兩步驟問題 它也是四位數除一位數的職位 一萬減四百其實應該會 四位除一位 然後呢 加減忽逆跟乘除忽逆 所以這一題對學人來講應該比較簡單 它是幾年級的教材 四年級的 所以通過有點七八 四年級應該都會比較低 它會點七八 然後呢 選二的學生是最多的 尤其是低分組 為什麼會選二 就一萬除以八 那像我考老師一個概念 這個題目很簡單 它的題義就是一萬減多少乘八等於四百 要考列四 老師看一下題義就是這個 一萬塊 減掉 多少元買八盒 剩下四百 那像寫文老師 列上面比較容易還是列下面比較容易 那你幹嘛要教下面 什麼比較快 騙我 我再講一次上面為什麼列四比較容易下面比較難 就代數跟算數來講 我們說代數是正向思考 它的概念叫做翻譯問題 算數基本上是立向思考 它比較像解題計畫 我怎麼聽懂 如果你這個題目直接翻譯問題 一合不知道多少錢吧 翻譯問題應該是什麼 一萬-X乘以八等於四百 這叫翻譯問題 這叫代數思維 那在國小呢 基本上我們做的算數思維 所以我们很强调加减忽逆跟 成熟忽逆 国中管不关你这个 关你这个干嘛 因为我就直接怎么样 把题目翻译 但是为什么国小不叫算命要叫下面 会劣势也不会算 因为他不会等量公寓 108克刚把等量公寓丢给国中了 所以老师们108不用交等量公寓 108克刚不用高兴五年后 现在呢我们来跟老师们看一下 看老师们的习惯 比如说我出一个这个题目 如果说我的选项有第一个 他直接只算第一个步骤 1万除以8 学生把两步骤问题 只算一个步骤的 如果说答错的学生 只算一个步骤的学生比较多 还是误解题译的比较多 比如说把先诚后简解读为先除后简 或解读为先诚后假 老师想想看 解读题译的多 还是只算一个步骤就不算得多 哪一个比较多 其实都是只算一步就不算得比较多 误解题译的比较少 为什么学生会只算一步骤就不算 因为学生算出一个步骤以后 那个答案在题目里面没有 他不知道要怎么办 那给老师的建议就是 你要透过分段部题来班学生 如果你没有透过分段部题 他不会就是不会 那我今天没时间讲分段部题 所以这一题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四年级的 四年级的